人家说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 因为在这个时候培养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一些生活的态度跟价值观 在这个时期培养是最重要的 那么今天晚上由我们横山基金会所主办的摇鬼音乐会 就是要让所有的年轻人有更好的一些我们的生活观念 或者是价值观等等 今天晚上音乐会到底有多精彩 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会会有多少的正面年龄 带给我们的青少年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生活100%疫情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去热情go 忧郁奥 Let's go 鼓声一下 曲风轻快的节奏搭配歌手清亮的嗓音 超嗨的气氛立刻渲染全场 这场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月光剧场所举办的热情go 忧郁奥公益演唱会 特别邀请许多新生代的歌手同台热情演唱 主办单位恒山社会福利基金会 更邀请各大民间社团与企业一起发挥爱心所公益 以行动支持青少年精神照护机构恒山之家的设立 因为在恒山基金会 我们参加它的一日募款的活动 主要是带小朋友可以学习去把人家的需求 还有把爱心可以付出于行动 其实我们跟恒山基金会认识有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知道他们在青少年这一块 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跟付出 可以再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开导他们 让他们重新找回爱 找回了这份温暖 我觉得在他们一路成长过程 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是高雄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团体 对社会公益的活动一向是全力以赴 这次能够和恒山基金会一起推动恒山之家 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也非常的高兴 恒山基金会为推广筹设恒山之家的理念 陆续于全国各地举办公益演唱会 获得各界热烈的回响 这次摇滚音乐会的门票 更是以全数意卖的方式销售一空 会激进700名观众的爱心 支持恒山之家的设立 而许多公益团体以及企业人士 也立临活动现场 以行动支持这次公益活动的演出 我觉得恒山基金会 他们跟一般的慈善团体理念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认识这个基金会 我们会办这样的活动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可以从家庭里面走到社会团体里面 然后慢慢去接触到人群 包括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跟人群之间的互动 跟包括他们在勇于一些活动上面的一些参与上面 其实这对他们来说都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次活动中也看见许多青年热心公益的身影 像是这次担任节目表演统筹的助唱歌手谢凯一 就是公益演唱会的发想人 他号召有相同理念的歌手 表演者完全不收取任何费用 以一演的方式共同参与这次演出 那今天来的非常多乐团都是我工作上的好朋友 当然也是非常谢谢他们的帮忙 也希望我们就算是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不要怕开口 不要怕开口 即使是寻求援助也好 或者是询问也好 即使是询问也许能够解开你心里面的一个解 我想这是今天最大最大想要跟大家说的 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社会压力与环境的变迁 更需要强韧的抗压性才能避免掉进情绪的黑洞 因此恒山基金会期望透过相关的活动举办 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及态度 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次活动的源起也是因为我们一日志工的活动 认识了这次演唱会主要的主持人 谢凯一小姐跟绍兴一小姐 在他们的建议跟号召之下 我们招募了高雄地区这些有实力又有知名度的歌手 完全公益的方式来帮我们举办了这次公益的活动 那借由这样的公益活动 让恒山之家为年轻人服务的心意 让更多人知道 同时也耗得了一些公益团体 比如说高雄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三五一零高雄企和夫人社 以及周林文市议员 都大力的协助来推动我们这一次的公益演唱会 非常的感谢他们 其实呢在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呢 其实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公益 什么叫慈善 但经过认识了恒山之后呢 其实才了解 出社会我们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发现其实社会不仅提供给我们很多 让我们在社会上可以更和谐 我觉得我们要尽我们自己一份心力 来能够回馈给我们的社会 所以我们不免俗的 要用一下主办单位的主题 用一二热情 Go 恒山基金会致力于社会服务的推广 长期关怀弱势族群 今年来推广恒山之家的筹建 主要是协助患有精神障碍困扰的青少年 能够走出阴霾 回归正常的生活 让更多青少年有正向的力量与管道 再造生命的活力 影响宽广的未来